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气炸锅200度 普风鸡旋盐酥鸡到目前为止 已经烤了10分钟 它的状况是怎样 不是看每个人喜欢吃的酥脆程度 我们喜欢酥一点 所以摇晃一下 再继续炸一下 再等5分钟 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那要去盐酥鸡就不要担心它的热量 可是呢 会担心的人还是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营养指示表 我们来偷看一下 盐酥鸡现在的状况 差不多可以了 那看每个人喜欢吃的程度 像我喜欢吃酥脆一点 然后干一点的口感没关系 那我通常就去烤了15到20分钟 那如果想吃多吃一点口感的 大概6分钟到10分钟以内 就可以了 那么等它把它炸完 还剩下大概1分钟的时间 希望有机会浏览一个烤灯伞 我帮你吃了一个厨别的地方 我觉得天分钟即可 这次上进化上 好了 我们的咸酥鸡 气炸锅 已经把它们炸好了 很轻松 只要打开包装 然后丢进气炸锅 那这样 轻轻松松 就有一道菜可以给小朋友吃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装盘吧 好 虽然气炸锅帮我炸很久 我觉得它可能离掉很多油的 可是我还是习惯呢 会在盘子上铺上厨房纸巾 再吸掉一点油 这样子在心理上 会觉得吃的比较安心一点 然后气炸锅的外锅还是很烫 所以小朋友不要靠近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试吃咯 鲜酥鸡装好盘子了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厨房纸巾的下面 它会沾到一点点的油 所以呢 除了气炸锅帮你把油 给炸掉一些之外呢 就是厨房纸巾还可以帮忙吸掉一些油 这样吃起来可能心理会觉得说 比较健康一点点 好 那我们现在请小朋友来试吃咯 那小朋友在餐桌上摆了什么呢 他在餐桌上摆了今天呢 去骑脚踏车摘回来的野花点缀餐桌 好 那我们来拿餐具来试吃咯 好 刚刚炸好的咸酥鸡啊 我们还没有拍就被偷吃成剩这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切开的面 对 这边是砸了15分钟的横切面 那他包装上是气炸锅是建议用180度 砸6分钟到6分30秒 那我是用200度砸了15分钟 所以他口感应该会属于比较干 那小朋友是比较喜欢吃比较多汁的 那如果是要给小朋友吃 大概就砸10分钟左右 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一盘呢是妈妈自己想吃的 好 那妹妹请告诉大家 你觉得这个咸酥鸡好吃吗 脆脆好好吃 好好吃 那咸酥鸡可不可以常常吃 不行 不行 就有时候啊 妈妈很忙的时候啊 工作太累的时候 我们就吃这个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妈妈工作没有很忙很累的时候 都煮什么 咸酥饭 还有什么 玉米粥 玉米粥 好 那因为这两样都 海苔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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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的咸酥鸡影片 就拍到这边哦 跟大家说什么 再见 记得订阅还有按赞 记得开启小鸡蛋 再见 再见